我來鵝城只辦三件事 公平 公平 還是他媽的公平 公平嗎 不公平 這是什麼他媽狗屁道理 好人就得讓人拿槍指掌 這人可真夠草膽 你不是欣賦老實人嗎 哪有冤哪 誰敢有冤哪 從何來 沒冤 不准問 皇上呢 沒人知道你不會 是 做事要多動腦筋 先動腦子後動手 明白嗎 明白 是不是只有一碗 花有重開日 人無在少年 殺人諸心 殺雞取亂 殺人諸心 為什麼 當初我會上山當麻匪 就是因為跟這幫東西玩不起 現在為了你 我必須玩得起 還得玩得贏 荆轲當年還說要斬秦始皇 可是我對你 就要說到做到 你不會裝糊塗 我是想站著 還把錢掙吧 誰有錢掙誰的 誰有錢就掙誰的 那誰是窮人呀 誰窮 誰就是窮人 有錢不掙 發給窮人 王八蛋 欺少 畜生 近生寵 是你嗎 是我 大哥你臉上沒麻糟 你臉上怎麼沒有麻糟呢 王子郎臉上有絲嗎 翻譯翻譯什麼叫驚喜 驚喜嗎 翻譯出來給我聽 什麼他媽的叫驚喜 驚喜就是 帶著老婆 出了城 吃著火鍋 還唱著歌 翻譯翻譯 突然就被麻糟結了 是為街賽的 不為街賽 兄弟 別客氣嘛 這就是驚喜呀 那父親最要緊的是什麼 導演報名 你太客氣了 大哥這他們是驚喜呀 霸氣外露 找死 沒動靜啊 讓子彈飛一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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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真死啊 要不成 要嘛死 至少得死一個 死了有什麼用呢 死人有事比活人有用 如果你活著 早晚都會死 如果你死了 你永遠都活著 就算是我親爹也得死 來者不善哪 你才是來者 一個土匪碰你一個惡霸 多簡單的事 一定把他們心裡的怒 給告訴你 誰贏他們幫誰 去刁楼 拿回你們自己的東西 就這麼簡單 想在手 跟我走 殺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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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麼簡單 我來 你殺死我 殺死我 殺死我 他媽的刁民 敢殺我的馬 殺死我 殺死我 沒有你 對我很重要 這他媽是八歲 我都不信 三歲跟他媽一樣高 五歲 五歲就跟我一樣高 八歲就這樣了 我只是愚蠢 簡直就是愚蠢 十年 別再說 我 不疼了 啊 哈囉 你好呀 這裡是Snew Smile的時空旅行日記 儘管在YouTube做電影平息 要面臨大將的版權問題 也被打上黃標 甚至不允許發布 但為了致敬這部 我認為政治寓意巅峰造極的神作 今天特地為他做一期電影平息 這部電影就是非常多人喜愛的 《讓子彈飛》 《讓子彈飛》這部電影看起來 講的是消滅惡霸討毒公平的故事 但是這部電影到底講的是什麼 其實很隱晦 有趣的是很多不同政治立場的人 對這部電影還有著不同角度的解讀 而一切分析的關鍵 其實在於劇情矛盾充足的最高潮 即小六子被黃四郎涉拘害死 張麻子他本來進城 並沒有什麼明確的目標 而只是想在俄城站著把錢賺了 但是小六子的死 讓他決定叫黃四郎連根拔起一位小六子報仇 於是要解讀該電影 繞不開的核心問題便是 小六子究竟指的是誰 第一部分 小六子是誰 姜文在2014年接受聚焦節目專訪的時候 明確提到過一個第四面牆的概念 與電影拍攝相關 一般都不會出現電影內的角色 直視攝像頭的情形 因為盯著攝像頭說話 也便就是直視於觀眾 會帶來一種人物的出戲感 但是他也被常常利用於與觀眾的直接交流 斯坦尼講究說就是偽真實 我都感覺四肚牆裡邊的生活 你越真實越好 但布萊西特 但布萊西特同時也要創造這個真實 但同時瞬間的讓這個真實 被推翻 讓第四肚牆裡人瞬間的跟觀眾會交流一下 如電影《天使艾美麗》中 艾美麗直接和觀眾交流 吐露自己的小嗜好 再如《大空投》 通過打破第四面牆的方式 由影片內人物直接給人們講解那些 本來較為晦涩的金融知識 有如《死世》裡主人公Deadpool的特殊能力之一 就是他在設定中便知道自己是個漫畫裡的角色 還經常和觀眾們聊天 在小六子死後 當兄弟們去祭拜的時候 面向著的是小六子的墳墓 恰恰也是面向著攝像機 面向著觀眾 這是全電影唯一使用此種鏡頭方法的時刻 而姜文 他在明明知道這樣的其實打破了第四面牆 直接與觀眾交流的情況下有意而為之 讓我們就產生一種非常可能的猜想 小六子指的就是我們這些觀眾 中國的普通老百姓 電影的故事基本發生在俄城 俄城既是一個城市又足以應對著一個國家 這個國家真正的權力擁有者是黃四郎 黃四郎控制著小茶館這樣的新聞媒體可以隨意操縱輿 黃四郎擁有著最強大的武裝力量 老百姓生活在恐懼之下敢怒不敢言 黃四郎還控制俄城的絕對多數的資產和生活命脈 控制並剝削著俄城的老百姓 小六子和渣馬子之間有這樣一段對話 小六子他渴望給人們帶來公平 他理想化的身份定位對應的是年輕的大學生 電影裡兄弟幾個人裡小六子看起來是最年輕的 但是他對應的卻只是數字六 而並非是把它設定為最小的七弟 雖然他們兄弟幾個的排次也並不完全是按照年齡 可是這個數字六有什麼講究嗎? 可以跟我讀幾遍 小六子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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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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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熟悉中國近代大事件的人 此時此刻都太容易聯想到這個年輕的大學生 小六子指的是誰了 如果你認為這只是個巧合 還請記得多留意一下電影裡多次強調了浦東這一地點 老三 去上海還是浦東? 老三 去浦東還是上海? 上海就是浦東 浦東就是上海 哈哈哈哈哈哈 而浦東恰恰是六四屠殺命令發出著的鄧小平和李鵬 所大力參與和支持建設的地方 此外 在1989年5月17日的傍晚七時 26歲姜文在內的數百位演藝界人士 就曾出現在天安門廣場 參與和支持學生們的民主抗爭運動 這些你都認為是巧合嗎? 姜文曾參演的芙蓉鎮 就在很大程度上揭露了文革的黑白顛倒和道德敗壞 其導演處女作陽光灿燃的日子的開頭 還諷刺了毛澤東親手發動的文化大革命 一邊展示著毛澤東這個所謂紅太陽的雕像 另一邊旁白睡著陽光太亮 使得人們眼前一陣陣發黑 陽光充足 太亮 使得眼前一陣陣發黑 更在1998年姜文還導演出他十分有深度的 在荒诞色彩中卻更顯真實的鬼子來了 而鬼子來了不光被中共封禁 還讓姜文被禁止在五年時間內拍攝任何電影 在《讓子亂飛》中 姜文強調的是要站著把錢掙了 不也是很明顯的諷刺這是一片奴性氾濫 腐敗嚴重出了問題的土地嗎 當然如果《讓子亂飛》把一切都表露得更加清晰的話 這部電影也甚至不可能正常拍攝和上映了 而姜文是否真的是表達我分析的這種含義 希望你可以多看幾遍他的電影後去認真的思考一下 這麼說吧對得起生命 他給你畫出那麼多滋味來 你沒看出來你虧了 你其實得好好琢磨 他剛才說的讓我想起波爾克斯說的 就是說一本書都得是重看才行 哪有真的歷史 或者說誰有真相 或者說如何可知呢 人類之所以能到今天 其實我覺得上帝還是明白事 不是上帝本來就明白 上帝知道怎麼讓咱明白事 我覺得他今天不懂 他有一天會懂的 等他懂那天回來想 老江真對得起我 老江對得起歷史 我對得起他小時候無知的時候 有一天你會明白的 我對得起那時候就夠了 每到春夏直到六月份 中共就會變得更加緊張起來 中國互聯網也會進一步加強網絡管制 在歷史上 1989年6月4日的那一天 很多像小女子一樣 天真 熱血 追求公平的年輕人 在天安門廣場上 被喪盡天良的中共政府屠殺 這是一個黑暗的日子 上萬學生市民為理想 被奪去了寶貴的生命 他們的單純 善良 勇敢 為正義寧死不屈的特徵 與電影裡的小六子 又何其相像 而六四時間 也像電影情節社局 害死小六子一樣 是有意而為之 六四運動始於1989年4月份的 胡耀邦之死 讓很多支持胡耀邦觀點 希望推動中國民主化 進程的學生民眾們 組織了悼念胡耀邦的民主運動 然而 這場運動的勢頭 本來快要平息的時候 中共黨媒《人民日報》 頭版發表社論 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一文 把學生們 為國家未來發展而奉獻熱情的運動 污衊為動亂 徹底激怒了學生 該社論並沒有令學生放棄示威活動 原本已經打算離開天安門廣場的人 再次被激怒 反而促進更多學生願意團結起來 共同表態支持這場學生運動 而《人民日報》的這篇文章 就像是讓自然非禮 小茶館故意對小六子的火上澆油 他吃了兩碗粉 只給一碗的錢 這就叫做不公平 中共並非沒有較為溫和的辦法 解決問題 他們其實只要否定 那篇叫做《4267》的文章 換給六四學生們一個清白 就能夠平息事件 然而他們最終選擇的方式是屠殺 英國已揭秘 鄧小平在1989年5月份 就曾說過 要殺200學生保政權20年安穩的話 倘若你願意花時間去查閱 了解中共發家壯大的歷史 形成深刻的認知 就會知曉 不論是曾經的延安整風 還是後來知道的大饑荒 以及接下來十年文革等事件 中共政權一直都是利用恐懼 來控制著人民的 長期研究並經歷陰謀鬥爭的中共核心 他們很容易就能夠想明白 倘若當時並不去屠殺學生 而選擇溫和的方式 則相當於允許並縱容了學生們 開展民主運動 對他們的極權統治是極其不利的 而在後來 用軍隊屠殺學生之前 中共一製造學生傷害士兵的 未能考證的事件來作為理由 也被懷疑其很可能 是中共的栽贓陷害的藉口 據中共鎮壓香港民主抗爭 他們的方式如出一轍 更如毛澤東曾在歷史上 至少七次感謝日軍侵華 而實際上七七事變的發生 同時也打破了日本 和國民黨雙方的原本計劃 卻給中共提供了發展壯大的空間 對於七七事變發生的真相 至今也是個謎 中共是情報、滲透、間諜出身 玩這種離間、陷害、災害的把戲 就和誣陷小料子吃了兩碗粉一樣 再嫁輕就輸不過了 我自己要去的 沒有人讓我去 是我自己 中國老百姓 擔負著全世界最高強烈的工作 享受的卻甚至不如外國人的下等公民待遇 而對於那場造成十年浩劫的 分書坑入的文革運動 目前對學的定性又再次變得含糊不清 在這片土地上的冤屈 要去敲多久的冤骨 做多少努力 才能把一切冤情吐露天下 小六子到最後始終保持克制 他為了清白和公道寧願去死 他是為維護我們的公平而死 他這種人的英年早逝和壯諸未愁 亦是直到今天中國老百姓依然活在這個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騙局中承受各種強權苦難的背景 看見了嗎?看見了嗎? 看見了嗎? 看見了嗎? 是不是只有一碗? 看見了 我知道你只吃了一碗 你上當了 實際上中國的社會資源全部都被紅色家族壟斷 既沒有按照共產主義的口號去真正塑造貧富差距 又沒有資本主義的政治架構制衡權力保障民主 而這個把兩方面缺點卻都佔了個變 歸根結底只是在維護紅色家族利益的極權體制中國 還繼續填補支持地打著所謂光輝進步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旗號來招搖撞騙 曾經被搶奪資產的人被餓死的人被批鬥迫害的人 都幾乎必然有我們的祖輩或其朋友 有的人甚至都沒有機會存留子孫於世 在這樣一個時候就會明白 所有中國的普通老百姓也就是那被污衊被迫害的小六子 建立這樣的認知之後 這部電影是否能看得明白一些呢? 我們看到他刻畫了中國老百姓的機體形象 喜歡吃人血饅頭 習慣性下跪服從強權 接受壓迫而敢怒不敢言 以中庸逃避的思想不敢做出頭鳥 誰贏了才跟誰 面對風險唯唯諾諾 對於分勝利果實則強迫腦袋 這一切都讓張馬子們所做的努力變得更加困難重重 但劇情裡還是終於 在張馬子他理想主義光輝的偉大人格下 以其揭曉了計謀 膽識在與卓越戰鬥力的結合之下 終於把將黃四郎連根拔起的革命實現了 在最後大部分人都享受著勝利的快樂 而最為亡者惋惜 最惆悵的卻是獨自望著天空的張馬子 第二部分 誰背叛了張馬子 首先 唐師爺是一定背叛了張馬子 唐師爺從性格上就愛財如命 哪怕是那個為他買官 被黃四郎亂槍打死 讓他痛哭流涕的夫人 也無法超越錢財對唐師爺的重要性 面對權力和金錢 唐師爺完全會選擇背信棄義俯首稱神 您才是我的恩人 那劇情上是如何表現的呢 首先 唐師爺死前懷揣著黃四郎的委任狀 這顯然是作為賄賂的一部分 其次 唐師爺在關鍵性的戰鬥中謊暴軍情 把大哥還給吹死了 但是 唐師爺和黃四郎之間究竟有多少勾兌 仍未可知 下面還會分析 只是我們能確認 唐師爺不過同樣是黃四郎欺騙和利用的一枚棋子 而唐師爺最後 也被那顆黃四郎沒有告訴過他的地雷炸死了 在死之前 唐師爺承認到自己在接受委任狀賄賂之外 我還有兩堂的事騙過你 還有兩件事欺騙了炸麻子 第一件是他不願意說的 應該是為背負罪惡而羞愧 我認為這事指的是他向黃四郎透露了老二的行蹤 最終害死了老二 這個情節在張麻子向老二交代任務的時候 還有過伏筆 而第二件 唐師爺說 那個誰你還記得嗎 根據這句話可以判斷 該人肯定不是重要人物 也不是賈麻子剛剛提到過的 湯師爺山西的老婆孩子 而且也不會是一直在他們身邊的花姐 那還有誰 我能想到的唯一合理的解釋 便是黃四郎的替身 你想跟我和解 好啊 我的替身呢 還給我 前面的賬一筆過銷 沒錯 在雞海的情節中 我們也看到替身擺脫鐵鏈逃走了 這個替身對於黃四郎而言 還是具有很大用途的 因此 我認為師爺和黃四郎交易了替身的下落 便讓師爺放走了 但是這個替身便沒有回到黃四郎那裡 而是選擇逃走 而最後被花姐和三哥圍追堵截了回來 然而 我並不認為其他人背叛了扎馬子 首先 小六子和二哥當然不會背叛大哥 然後 老七也不會 他是個不太主動做什麼的人 大哥 你是了解我的 我從來不做仗士欺人的事 我喜歡被動 並且 最後他告訴張馬子老三 他們要走了 也體現出張馬子的信任和忠誠 千萬別說叔叔 老四很耿直 不愧有人活著來告訴我 老五叫老十 熟成臭男 也沒有什麼線索顯示他們會有所背叛 而終點在於老三和花姐有沒有背叛扎馬子 首先說花姐 我們去認真審視花姐的人物形象 她在性格上確實還有著非常寶貴的一面 比如心上麻菲把錢分給窮人的事 我想跟你們一塊發錢 把錢帶著扔到窗戶裡 聽他們笑 對於黃四郎們對她的羞辱 也還保持著內心深處的憤怒 而且花姐在對話中也是分得清黑白的 她知道張馬子是好人 她有勇氣站出來反抗惡人黃四郎 那你不拿槍指著她你拿槍指著我 因為你是好人 而至於老三 她是有著對權力的渴望 比如劇情中 是有擅自帶著張馬子酒桶的行為 她也有著對金錢的渴望 在賺到錢之後 不再一心記得為小六子報仇 將人離開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老三 在老二死亡時的憤怒 弄死你媽呀 結合老三萬事不求人的性格 萬事不求人 她對黃四郎是有著更多憤怒的 也真的不可能卑躬屈膝地 與黃四郎做什麼交易 我一槍打死她不就完了嗎 最後我們從結果上看 在並不知道張馬子有辦法 扳倒黃四郎的時候 老三和花姐帶來了黃四郎的替身 成為了最終導致革命勝利的關鍵 他們並非是站在黃四郎一邊 而是在承受風險之下 依然選擇了張馬子 所以我的結論是 儘管老三在最後選擇 離開張馬子的時候 卻都沒有告知一下 但是並沒有合理的線索 顯示老三在這一場革命的過程中 背叛了張馬子 只是我們最後還得承認 老三確實是個並不誠實 具有很多負面性格的人 接下來還會提到 第三部分 結局如何解讀黃四郎死了嗎 首先先說黃四郎 我認為黃四郎確實是死了 被吳居然的雷炸死了 在失掉了所有事之後 平時身為走狗 也受到欺負的吳居然 是不可能放過這個 試了試的黃四郎的 他要是體面 你就讓他體面 他要是不體面 你就幫他體面 我明白 聽我的雷聲 哈哈哈哈 儘管在《帕什花絮》裡 顯示出最後在火車上的是黃四郎 但我在認真分析之後 認為這代表的只是一個意象 這部電影中很多形象 其實並不只的是純粹的一個人 而是一類人 具有一類街機或者屬性的人 比如湯師爺代表的就是不擇手段 科蒙拐騙捞取錢財的知識分子 實際上搬弄的也不過是馬拉列車 這種看似先進 卻實際狗屁不通的東西 他真正派上用途的是為權力服務 而不說真話的文人喉舌 黃四郎對應的則是擁抱權力 壓迫奴役愚弄底層百姓 而享受獨裁極權的統治階級 都要等著我伺候 而張馬子則是極少數真的淡泊前全 為追求理想世界而奮鬥的革命家 而在推翻俄程的壓迫著黃四郎之後 本來說是要騎著自行車 享受寧靜美好的老三他們 並沒有像大哥一樣放棄權力選擇回山裡 而是擁抱了權力 坐著湯士爺和黃四郎們機型的馬拉列車 前往了浦東 走上了成為全新黃四郎的道路 留下那個本來要回山裡的大哥 緊跟在他們的火車之後 這隱喻著革命尚未成功 接下來還要再次屠龍的狀況 而這隻惡龍很可能卻是老三 上集說到老三沒有背叛大哥 但是老三卻並不誠實 他首先是打算背地裡帶著花姐和兄弟們離開大哥 而且老三在明明知道老二喜歡的是男人的情況下 我要替二哥娶她 卻也說著自己是要為老二娶花姐 老三最終把自行車掛了起來 前往的最繁華也是最物質化的地方 而以老三對權力金錢渴望的性格 補出意外的話 他被腐蝕掉去作惡 也似乎只是個時間問題 在這裡做個小總結吧 只為俄城人民為小六子為我們自己 推翻掉那個嘴上自稱著偉大光明 政治的極權統治 與此同時還要考慮到姜文 留給我們的思考題 湯士爺兼馬邦德這個人是死了 黃四郎這個人是也死了 但是那浦東還依舊是上海 相比之下只不過是個更大更浮誇的俄城 那常載馬邦德和黃四郎的馬拉列車不徹底報廢掉 這既本質腐朽又外表虛化的制度 也依然會是阻擋公平的枷鎖 除了三哥他們後來變成什麼樣 張馬子接下來又會去做些什麼之外 我們還得想一想 俄城後來怎麼樣了 有一句很多人都聽說過的話 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 在讓子丹菲最後決戰的時候 縱然張馬子給老百姓發錢又發槍 收穫的回應卻甚至不如俄城裡的一群俄 而實際情況是 這些人如果真的能團結一致的反抗 黃四郎的區區四百個士兵是完全阻擋不了的 甚至連黃四郎的軍師看到了都會 齊強跟風的裝作是反抗黃四郎的革命軍 但是在結合上面說過的 中國人在長期專制獨裁社會下 由洗腦形成的文化性格 中國人的盲從性特別重 它是一種盲從文化 這些人他們往往只會在看到黃四郎被斬首 在確認誰贏之後才會去戰隊 所以平時作為一盤散殺的他們 被這樣的政府所奴役 也似乎成為一種必然 有點像是鲁迅先生所說的 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 這句話是有一些道理 但它其實也是中共極力宣揚的一種維穩口號 哪怕這些人還未形成民主思維 但也並不意味著 這些人這樣的土地就沒有徹底變好的可能性 在我看來或者結合人類歷史的發展演化過程看來 民眾和政府之間的關係是相互影響相互迭代的 在專制的社會裡 民主的文化氛圍恰恰是需要被打壓的 道德敗壞精致利己的人民恰而恰是獨裁政府 最容易控制奴役的對象 他們會用各種方法手段來餘化老百姓 比如中共前段日子還在大力讚頌 本是暴政執行者的秦始皇 還在試圖洗白寫下 愚民、弱民、疲民、辱民、辱民、愚民武術的商鞅 恰恰也反映出中共這黑白颠倒的愚民意識形態 與此同時中共還宣傳著 中國不能改革一改革就亂了的口號 其實很多人都懂一改革就亂了 一亂就民主了 一民主 紅色家族敲骨吸髓的特權利益就無法完全保住了 中國的風氣是什麼?摔倒老人不敢服 碾壓幼童無人救 連法院也並不為人們做好事提供保障 中共知道 讓老百姓道德摆壞失去正義感 在社會上形成逆逃大原則 便會大大削弱人民形成合力推翻暴政的可能性 因此 我們還是要看到在暴政下人民群眾的被動性 不能完全否認掉人們應該推翻獨裁政府的正確性 也因為政府和人民之間相互影響的迭代關係 在推翻獨裁暴政之後 還要有著培養民主意識的慢慢長路要走 到底要如何才能避免新政府重蹈覆轍呢? 一方面要承認人性中的弱點 承認人性中的惡 我們不能建立一個集權體制 來讓唯一的人起到絕對的領導作用 因為出現明君是很不確定 不容易發生的事情 而制度上的限制則是靠譜得多的保障 另外一方面 在若有強食物質之上的思想下 出現鬥爭和強權是必然的趨勢 也對文化和思想進行長期的啟蒙、熏陶和改造 建立人人平等互愛互助的價值觀 這是另外的話題 也是個需要結合實際情況 並且動態發展的話題 並非三言兩語就能討論得清楚 就留給各位去慢慢思考吧 在電影的最後結尾 又是那首太陽照常升起的音樂 是,太陽還是會正常升起 我卻當然並不認為這否定了政治革命的意義 人類社會的進步 也正是由於這些努力而一點點前進的 照常升起的是太陽 革新進步的是人類 而我們所做的所有具備良知的好事情 可以讓更多人在這顆美麗的星球上 能更舒服更自然更平等地生活著 一去欣賞去感受那美好的 一天天照常升起的太陽的光芒 限於時間篇幅等原因 很多情節要素都未分析 也難免會有疏漏之處 歡迎各位留言補充和交流 希望你還能夠點贊和訂閱這個頻道 改天再用 吃吧 去 再見咯 尼家床 我 filos藏 有些歌 有些歌 都有見過 記者 都是 америк母席 社會及矮 辯梁 sar Sah 阿弥陀佛